先去吃一个午饭 就在我们住的附近 随便找一家海南粉 点了一份腌粉 瘦肉腌海南粉 大宝点了一份辣汤饭 这个天实在是吃不下那种汤 粉汤了 只想吃这个腌 海南粉呢 就是比较细细的 这样圆圆的面 像面条一样的 之前我们在海南西部地区 吃的腌粉 都是有组织的 然后这一家呢没有 所以口味相对来说 就没有这么重 海南的辣椒很好吃 对啊 都很鲜的那种感觉 很提鲜的 它是这种比较清淡的 咸咸味道 那为什么叫辣汤饭呢 不知道不辣啊 这个汤里面有一些猪脚 肠子呀 什么都有瘦肉也有 其实辣汤饭中的辣 并不来自于辣椒 而是来自于胡椒的辛辣 辣汤饭最早诞生于水巷口 那里是海口最早的渡口码头 当地居民都以捕鱼为生 大多在凌晨三四点 就要出海捕鱼了 热气腾腾的辣汤饭 就正好给它们去湿保暖 渐渐的它就成了海口的一道传统美食 一份辣汤一碗米饭 一个煎蛋一份辣肠 这就是辣汤饭的标配了 如果想吃最地道的辣汤饭 可以去水巷口附近 那里有一些专门做辣汤饭的 几十年老店 快回宾馆了 受不了 太热了 我们把Happy放回宾馆 骑着自行车出来转转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海口奇楼老街 奇楼是指一种外郎式建筑 即电屋首层临街部分 向前伸出柱廊 廊下可做人行通道 海口奇楼成批量建设始于上世纪初 一些闯南洋 并在异域他乡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海南人 夜落归根 纷纷回乡建屋安老终身 他们在继承祖辈传统风格的同时 融入南洋建筑思想 建造了具有浓郁欧亚混交特征的骑楼 上的老街真的太难骑车了 所以我们现在找了条大路 把停车停在这儿 骑楼老街这一块其实还是挺好逛的 有很多网红小吃店 老字号店 但是由于人实在是太多了 不仅是骑车困难 连走路都困难 所以我们就没有多坐停留了 如果要去那里游玩的朋友们 记得要避开高峰时段 今天晚上尝尝海口的海鲜 走吧 走 走 嘿嘿嘿 这里一楼就是一个市场 都是骂海鲜 哇 这好合 这个怎么卖 这个卖110 海鲜市场 宰客多么的厉害 我们今天想亲自来体验一下 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缺金少两 强制购买的现象 只不过你需要了解一下海鲜的大概价格 然后就厚着脸皮砍价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海鲜市场 一楼可以自己挑选购买海鲜 二楼则是海鲜加工店 我们选了一家露天的加工店 像一个海鲜大排档一样 这里的生蚝是哪里的 湛苗那里 湛苗那里 湛苗那边的 所以不是海南的 那海南的直接生吃就没关系 好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拿来蒸的 就是蒜蓉蒸 蒜蓉蒸 海胆是鸡蛋蒸 皮皮虾是椒盐 好 生蚝也是蒜蓉蒸 对 空心菜是虾酱草 好 好 好 等一下 老板娘来给你算账了 发开口 再赏一点 会有人端着盘子 来问你要不要吃的 他们应该是合作的 有种点心 然后有凉菜 还拿了一个这个甜品 青骨凉 肥的生蚝 两个人吃这些是不是有点夸张 哇 一个生蚝都要差不多和我的一个手掌这么大 这是七块钱一个 哇 太爽了 这一个备注都这么大 对啊 把这个备注弄下来 哇 我这一口感觉都吃不下去 也太大了 一口吃得了吗 嗯 太大了 一口都没法吃了 嗯 他还是很新鲜 很新鲜啊 里面他还是肚肚囊囊的 对 很饱满 哇 这端上来才发现 我能买了这么多吗 嗯 这是什么吃法 好脆啊这样子 无伦吞早逝 吃皮皮虾法 这个皮皮虾感觉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这一盆 一共65 好像是一斤多一点吧 现在因为是禁鱼期 所以这个皮皮虾啊 蟹啊 什么都贵 我们就一丝一丝 买了一些皮皮虾成 但是这个有一点小 你买了这么多 还一丝一丝啊 这个 这个有一点点小 我看人家吃的都好大哦 甚至跟几月份吃也有关 感觉现在这个时候的肉质 不是这么饱满 这个有一点点采雷 这个有一点点采雷 我拿了一条手指斑鱼 这一条鱼 也是差不多一斤多 对45块钱 45块钱 先来吃个最精彩的果 鱼翅 很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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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鱼 所以在上海 看见猪的 最起码100块钱 所以它在这里算在便宜 大家觉得便宜吗 45块钱 这一条鱼 料鱼 我觉得因为海胆本身其实就没有什么味道 我觉得吃海胆就是吃一种口感 含在嘴里有点像奶银那种口感 所以它这样炖蛋了实际上是吃出大 不知道出什么味道 只能吃出炖蛋的味道 这一个海胆八块 然后加工费不知道多少钱 可能也是几块钱一个吧 可以列齐了尝尝鲜 因为没有就是吃过这种活的海胆 所以就点了尝一尝 但是感觉并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那种口味 没有达到预期 对 真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就是纯的这种真鸡蛋的味道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生蚝 吃的比较爽 好满 对 对 中心菜五块钱 也是在楼下吃它们 这应该是我们旗行环游海南的最好的一餐 也是我们的生蚝馆餐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海南啦 好啦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小宝出门转转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我们下期见 再见